环保斗士们在法院外高喊口号 他们不满南韩政府对抗暖化不利 热浪频繁导致人民生活受到影响 一撞告上法院 南韩宪法法院29号裁定 现行的碳中和基本法违宪 因为该法没有设定2031年后的减碳目标 也没有设下任何机制 确保国家能达成2050净零目标 把减碳负担丢给未来世代承受 侵犯人民基本权因此违宪 并要求政府更新气候政策 提出气候诉讼的200多人当中 有大人小孩甚至婴儿 其中又以青少年气候行动团体为首 自2020年起 对南韩政府减碳计划提出违宪申诉 有成员到国会举标语 还对政府官员海报喷漆抗议 今年四月欧洲最高人权法院 裁定瑞士政府减碳不力 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创下国际法院先例 当时瑞典气候少女桑伯格也到场立挺 预言之将引发全球连锁效应 南韩法院的裁决就创下亚洲首例 华氏网金也和优菲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